外面下著冷雨 大甲鎮藍宮內熱鬧了一夜的三媽會 準備翻頁告一段落 這很難 不要這麼久才來 比較前來 我來當時是兩年都來最好 睽違十八年 粉紅超跑再度駐駕鎮藍宮 即將再度起駕 也做了這個約定 他們的節目要來這裡 可能來參加好事 當然別人媽也會來參加 他們做酒的代表 在這裡給各位報告一下 可以嗎 讚喔 準備了 白沙豚媽祖與三鞭媽祖 再度起駕 一出廟門 廣場上民眾夾到恭送 隊伍才走了四百五十公尺 鞭叫突然折返 決定停駕在民宅 我好感動 非常感動 鎮藍宮志工的母親激動又感動 媽祖選擇停駕 讓這家人非常驚喜 我只是在講鎮藍宮 長期他都為媽祖做資工服務 所以很感動 他一直求媽祖來慶祝 超級感動 短暫前進又停駕寫下了紀錄 淨湘第二天 讓香燈腳難忘的 還有這樣的天氣現象 持續下沉 毛毛雨季的全都淋濕了 不過香燈腳們 還是堅持著自己的步伐 一步一腳印穿著雨衣 跟著粉紅超跑的腳步來前進 帥全體同仁 公送媽祖請走路 去走路 謹慶勵勤交接 同步向媽祖致意 因為粉紅超跑 已經來到大甲與清水交界處 儘管一夜過後 天氣瞬間轉為低溫冷雨 卻沒有攪襲民眾與香燈腳 陪媽祖敬上的熱情 35台中